中国西南地区包括云南广西贵州和四川等省份 从去年秋天开始就面临百年来的大旱 至少五千万人的生活受到影响 23号晚间至24号贵州终于九旱逢甘霖 但是由于降雨不均情况还是很难立即解决 台湾时间22号午夜谷歌正式宣布搜寻引擎服务 退出中国但谷歌方面指出转用香港系统 搜寻某些敏感字眼仍会遭到中国当局的阻扰 中国联通和移动等多家公司在这个时间点 选择和政府站在同一阵线宣布取消和谷歌的合约 而为了维护网路的言论自由和用户的人事安全 美国两家网路公司也决定撤出中国 台湾知名钟表公司在中国申请注册商标 Formosa被中国驳回 中国侵犯台湾商标与产地标示问题层出不穷 为了保障台商的权益 台湾经济部强调会在两岸第五次江城会中 协商智慧产安全的保护 美国众议院25号举行听证会 指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并要求美国财政部在4月中旬的报告 将中国列为操作货币国家 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人民币没有被低估 中美汇率大战 美国和中国在坚持什么 各有何盘算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有何冲击 对缩短美中贸易的逆差又有多少帮助 与美中贸易密切的台湾 及在中国发展的台商 又将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美中汇率争端短期内似乎难以结束 担心受到牵连 东亚各国的神经也将崩了跟紧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丹心聪 每个星期五都是你不知道 中国我们的中国观察系列 今天我们要好好来观察是 美中货币大战 其实人民币 人民币到底该不该升值呢 是这几个月来 美国非常非常在意的一个议题 很多媒体表示说 其实西藏问题 台湾问题已经不是美中之间最大的矛盾点 美中之间最大的冲突呢 就是人民币到底要不要一次升值 是不是中国那么恶意的在操纵汇率 使得美国整个出口的问题无法成长 使得美国失业的问题无法解决 在这时候呢 美国不管是行政部门或是立法部门 通通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中国 一定要让人民币一次升值 如果人民币不升的话 美国将会采取全面性的贸易制裁 贸易报复的这样一个行为 听到这种话 中国当然是很不客气 也是很生气说 如果美国你每一次都要把经济问题 变成是政治问题的话 那尽管你美国就放马过来 美中这个世界两大强权 G2的这个货币汇率大战 究竟会怎么样 我们更关心的是 如果人民币一次升足 不管是升3% 5%或者是20% 对于台湾到底会有什么影响 包括台币会不会跟着升值 会不会国际有更多的热钱 全面涌进台湾 甚至说台湾在中国大陆 非常多的台商 会不会因为人民币升值 而他出口到美国欧洲的这样子 一个竞争力会被大幅的削减 甚至可能面临官场的命运 今天我们从人民币该不该升值 来去谈到美中的经济大战 以及对台湾究竟会有什么影响 欢迎收看今天有话好说 你不知道的中国 先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我们欢迎是 中华经济区域战略协会的理事长 王调军 王理事长 主持人好 各位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再欢迎在中国大陆是非常有名 大陆的皮箱大王 同时他也是北京台商协会的副会长 江永雄 江副总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台大经济系的教授 林向凯林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政大经济系的金融系的教授 英来平马上就会到 我们先来看看 究竟美中谈了很久的 这个人民币该不该升值 现在的情形是如何 为什么美国包括行政部门 立法部门 通通用非常严厉的态度 指责中国在操纵汇率 如果中国不让人民币升的话 那么美中的货币大战即将全面开打 我们来看看 美国商务部公布最新报告 整体贸易逆差缩小了6.6%到373亿美元 但美中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从去年底的180多亿美元 再增加到183亿美元 其中对中国出口还减少了17.6% 让美国不满情绪再度升高 总统欧巴马二度站上火线 要求中国改采市场导向的 人民币汇率政策 欧巴马并宣誓成立出口促进部门 达成五年日 让美国出口增加一倍的战略计划 而美国国会随即响应 超过130位美国众议员联署 呼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参议员还酝酿修法 计划对中国输往美国产品 课征反补贴税 美国行政立法机构 同身对中国强烈不满 是近年少有的状况 面对美国强势要求 中国总理温家宝回应 人民币没有被低估 而中国商务部长陈德明甚至扬言 如果美国把人民币当作政治问题 中国将奉陪到底 我们希望美国在克服危机 影响振兴经济的时候 应当是成为一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 而不是一个阻碍者 华府著名智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24号在国会听证会表示 人民币应该升值 25%到40%之间才算合理 呼吁美国财政部 下个月公布的全球汇率政策报告 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 中方扬言届时势必采取反制 美中贸易战火烟消四起 能不能在中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四月访美前 让纷争落幕 还得看双方各握有哪些筹码了 很多台湾民众不了解说 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强力的要求 甚至谴责中国在操弄人民币 而且一定要要求他立即在人民币 可能升值要到25%到40% 我们来看看究竟人民币升值 对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首先可以缩小贸易赤字 美中的贸易赤字呢 从2000年的1月呢 百分之26 大幅提升到2009年百分之83 换句话说 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卖东西给美国 美国想要卖东西给中国 卖不出去 美国归因的是因为美金太贵 所以美金贵的时候 卖到中国去 他产品价格就高 中国人民不接受 而就是中国政府在控制汇率 使得说中国卖到美国的东西呢 其实没有那么便宜 但是他透过人民币的贬义 使得他可以用廉价的东西 卖到美国去 使得美国人都买中国的东西 但是中国人都不买美国人东西 这个是贸易赤字 如果人民并升值 贸易逆差就可以解决 企业公平竞争 美国说中国故意让人民币压低 等于变相再给中国企业补贴 你就让他有更低的成本 进到美国市场去 美国这些企业 怎么跟你中国这些廉价商品比 所以要让两国的企业 能够有公平竞争的情形 还有这个是欧巴马最在意的 失业率的问题 美国企业大幅出走 其实跟台湾一样 01年到08年 少了整整240万个工作以上 不过温家宝讲说 你少了240万 我有2亿的人没工作 难道你要害死我吗 然后呢 美国再说 如果人民币升值 可以增加 刺激美国的经济 因为美国出口的竞争力就可以大幅的成长 就可以带动GDP的上升 同时最重要跟台湾一样 疏解国会的压力 我们看到众议员参议员通通出来 就是因为马上又要选举了 如果说 美国本土失业问题不能解决 企业无法发展 这些靠着企业来支持的 这些参议员 还有这些选举人呢 恐怕都会有非常大的压力 再来 美国国债的成本 中国拥有七千亿的国债 那如果说人民币升值呢 美国的负担就会变轻一点 因为美金就贬了嘛 所以那个负担就会下降 然后呢 美国的说法是说 人民币升值 同时也可以稳定全球金融 我请教一下林老师 如果说把人民币升值 归因到这些种种种种的问题 合理吗 就只是因为人民币的问题 不是有一些合理 像美国说它的出口衰退 其实是最主要 美国出口到中国 不是什么消费产品 它都是原物料机器设备 那就是因为国际金融风暴 造成中国现在的投资 没有以前那么快 所以它进口这个 我想这个出口 那它其实它里面最关 最重要关键是在工作机会 因为你想想看 欧巴马政府它举借那么多 它的财政赤字创新高 它要扩大内需的同时 它其实就是要工作机会 所有的国会议员 它面对选民就是工作机会 所以它当然希望说 中国它的出口这些商品 不要当然不要低估 所以让它少出口一点 少出口一点能够缓和 它国内那个失业率的问题 其实关键在失业率 因为美国劳工不可能 因为这个全球化 它可以跨国自由移动 就是要工作机会